我們著重的不僅是股息 更著重的是派息增長 所以今集的WIT都不例外 每年平均派息增長最高的 是可以去到21% 非常誇張 其實在疫情期間 他們的生意是做到撥滿撥滿 經濟低迷的時候 大屋搬小屋多了 又或者在Home Office期間 很多市民百姓都需要租借一些倉去儲存 不過這種類型的業務 雖然在香港聽不少 不過其實在歐美國家就不太成熟 所以未來如果要這個板塊升溫的話 就一定是跟市民對於這個行業的認識程度提高有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德興 歡迎又來到九十後零至千萬的故事 很久都沒有在歐美市場選一些收息股或WIT 所以今集我就想跟大家 從歐洲和美國市場上去選一些WIT 而這些WIT都是配合著穩增長的主題 所以今集就是 歐美狩獵穩增長WIT 其實大家最近經常聽到 投資的風氣開始趨向選一些穩定增長的股票 穩增長 只不過WIT的投資方向都是相似 但是何為穩增長呢 其實簡單來說 穩定增長就是從板塊上 或者行業 和報表的業務數據上 都呈現一個穩定增長的股票 不過在歐美市場上 政策的干預不是太多 所以如果在歐美市場選擇穩增長的股票 相對來說的難度比較低 不過財務數據的選擇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首先會跟大家講一講 今次我的選股條件 之後會為大家帶來六隻穩增長WIT 這些WIT囊括了美國的公司 英國的公司和法國的公司 都知道不少朋友去了英國 所以希望這些公司大家都聽過 或者投資起來都得心認手一點 而和我之前找出來的WIT 策略都差不多 我們著重的不僅是股息 更加著重的就是派息的增長 所以今集的WIT都不例外 每年平均派息增長 最高的那隻是可以到21% 非常誇張 而片尾的時候 我都會和大家略略去Gloaf一下整個List 我自己心目中對於這六隻WIT 因應我的喜好做個少少的排序給大家 喜歡這集的朋友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當然不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接下來我會出些sword回應大家的問題 來到我們重要的第一步 首先實質上選股的條件有什麼呢 第一個 板塊或行業上 我們盡量選一些穩定的行業 不過大家不用太害怕 因爲WIT本身的業務性質 就已經是一些穩定業務 而今集我著重為大家去講的 就是一些工業類型的WIT 因爲近年的趨勢 投資工業類型的WIT 是比較鹹香 因爲他們實質上帶來的收益 都越來越不錯 這是純粹從行業上的改良去變成的 所以今集我們繼續focus在工業類型的WIT上 而在財務數據方面 因爲要符合穩增長的概念 而穩增長背後穩藏著的 就是更大原因要避開加息週期 而加息週期當中 我們會投資的股票 都是相對上的防守性會大一點 例如第一點的很重要 就是他們這些公司要有 正的自由現金流 有這條數起上來的公司 冷船有三分釘 所以這是首選條件 而第二個條件 就是他們的債項佔有了他們的權益 不能夠太多 就是Debt to Equity Ratio 不能夠太多 在房地產信託這個領域來說 因爲很多的WIT都會槓槓到很盡 這裏的篩選條件 我就用了兩倍 意思就是說 在資產結構裡面 每兩份的Debt 就有一份是有權益去back 都是一些相對保守一點 穩定一點的公司 第三個條件 就是從盈利角度去考慮 這裏我用了一年三年五年的平均ROE 以及Earning Per Share的增長 還有就是Revenue的增長 去考量 最後就是這堆股票要有 at least 2%的Dividend Yield 還有他們要有 at least 8%的派息增長 平均每年 還有就是 Market Cap也不能夠太小 這裏我設定了 至少要有20億美元 大概8-5億港幣 對於REIT來說 規模也不算小 當然還有我的私人數據 同學就會知道 整個篩選條件就是這樣醞釀出來 其實剛才提到的條件這麼多 歐美市場雖然有不少REIT 不過能夠符合當中的條件 其實只有六隻 希望今天給你這六隻的名單 能夠在你整個收息組合裏 能夠扮演一些穩定的角色 不是整個組合只有這些REIT 而是可以考慮加入他們的組合裏 作為其中一員 去穩定你的組合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說頭三位佳麗 因為歐洲市場 美國市場 那麼多REIT 選出來只有六隻 而其中三隻 其實已經是我向大家有提到的REIT 所以我不花太多時間 去再解釋這幾隻REIT 在做什麼 而頭三隻REIT 就是PLD SEGO 以及QSMART 這三隻REIT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長 因為我跟大家說了不少一集 他們的五年平均每年派息增長 有8-9厘之間 其實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水平 而暫時PLD 就在做Dividend Yield 2厘 SEGO 就在做2.3厘 QSMART 就在做3.5厘 這三隻股票中 他們的市值在今集來說已經是頭三大了 最大的就是PLD Market Cap 有94個Billion 其次就是SEGO 有16個Billion 而QSMART 大概就是10個Billion 都是一些巨型企業 QSMART和PLD 就是美國公司 而SEGO就是英國的Grid 雖然業務性質那些 我早前的雜數已經有跟大家說過 不過我會跟大家更新一下 最新的一些派息數據 以及它的股價 首先講講PLD 圖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它在這二十年間的派息表現 整體上都是一個上升趨勢 業08年的時候有些錯節減了派息 但之後都穩定上升 你看到近十年 其實都穩定有派息的增長在上高 如果大家有看我9點鐘的升級版的策略 大家都知道 我大概是160元的高位 減少了大部份的資產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是 近期才加注PLD 加注的時間點 就是5月底至6月頭之間 而其實看整個股價的發展 現在剛剛都是盤底格局有機會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在130元左右附近的位置做一些吸納 其實大家可以將支持位置設在124元 阻力位大概在140元左右 第一關先看140元的意思 之後的阻力位大家可以看這幅圖去做參考 如果大家在130元附近位置去賣入 其實和我自己的賣入價都非常接近 性價比來說都挺高的 第二隻就是SEGO SEGO的派息表現相對起上來比較波幅 圖上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有條橫線持續了十多年 大家不用怕 因為這個圖上的數據 只是在美股OTC市場上的派息數據 而它真正上市的是在倫敦 所以這裡的派息數據不是很齊全 但大家如果看15年打後的數據 都已經開始穩定下來 所以近七年都給大家一個穩定的派息表現 都算不錯 而且它的增長潛力 其實在我的WIT組合中 屬於一個前鋒 非常好打 所以為什麼SEGO這隻股票在長時間 都是在我的組合中 同一個道理地 在2022年中 我做了一些減持的動作 而這一帶注減持之後 我還未買回 都是我的同學 自然會知道我的部署 不過在近這個時間 其實它剛剛在回調比率的618上 以及一個重要的延伸比率上 出現了一些橫行的市況 即是說 如果這個位置在未來的一至兩個星期 有一個轉勢向上的時候 一破邊突破到1140元左右的位置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買入時機 相反如果突破不到 千萬不要買它 因為細頭會告訴你 它可能會再度跌下去 跌到934元 記住 選好我們的資產 這是第一步 但是出入市時機 都是相當重要的一步 所以你自己亂入了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慎 就說得輕選出來的股票跌 你都不跟我的部署 就算我技術分析滑到曉飛 都沒用 如果不幸地不能突破 剛才說到綠色線的位置 反而向下插 突破大概是1050元的位置 其實有機會觸發到一個更大的下行趨勢 目標指向大概934元 去到第三隻 Qsmart Qsmart這間公司是做迷你倉業務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這間公司 它的派息各方面較為進取 因為這間公司各方面的數據 增長潛力 都是比剛才那兩隻高 不過風險較為大 我們來看看它的派息的curve 其實在2009年之後 已經出現一個穩定派息的增長 從派息的角度來說 它的穩定性比Zegger和PLD更高 不過從MarketCap市值上 比前兩者小很多 所以相對的風險也大 技術分析方面 它剛剛經歷了一個頭肩頂 頭肩頂的量度跌幅還未到 而在今天拍片這個時候 其實它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技術分析策略 可能我們要等待到 大概頭肩頂的目標價 三十八至三十九元的Wing 有一個轉勢的時候才去吸納它 又或者在這段短時間 能夠成功突破四十六.6 重新回一個上升趨勢 我們才能夠去考慮 講完這三隻大家都聽過的REIT之後 接下來就講三隻大家應該沒聽過的REIT 這三隻REIT在市值上 沒有剛才那三隻那麼大 甚至少幾多 不過他們的業務 還有他們的報表方面 都符合找增長這個選股的條件 純粹是市值小一點 不過市值小一點 換來的就是他們的增長速度平均 都比前三隻高的 所以大市值的三隻給大家參考 而細市值的三隻 又給大家做個比較 看看你自己的組合 需要組裝什麼 大市值還是細市值 由你去選擇 好了 來到第一隻細市值 也是我們今集說到最細市值的REIT 就是今天帶給大家 法國的REIT ARGN ARG股票編號 是在法國上市的 當然它在德國也有上市 同時它也有在美國的OTC市場上市 不過跟SECOR一樣 ODC市場的成交量比較小 是不建議大家去考慮的 首選我們都是選擇它主要的發行國家為主 例如SECOR選擇英國的交易所 而ARGAN選擇法國的交易所 這樣就相對好些了 還有派息的稅都收少些了 ARG這間公司的平均派息增長 是有21%這麼誇張 非常之高 而它現在的股息率是2.4厘 普普通通 但是從長遠去考慮 一個這麼高的派息增長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潛力股 Market cap方面真的小了些 24億美元左右 Debt to equity ratio 和Qsmart差不多 就是1倍 意思是1元的Debt裡面 配合1元的權益去back你 都算是相對健康的公司 ARGAN是唯一一間法國的歐洲上市公司 專門去做一些倉務開發或管理 都是一樣的 屬於工業Wizard 但在做工業物流中心為主 就不像Qsmart一樣做你倉 截止到去年年步 ARGAN的投資座內 已經去到330萬平方米的投資 當中包括在法國的100個倉庫 價值大概是37億歐羅 連租金也有1.6億歐羅 對於一間27億美元的市值公司 其實1.7億歐羅的收入都不錯 而這間公司在2007年的時候 已經在法國上市 而且現在都是CAC和IEIF指數中的成份股 講到工業REIT的時候 我都要略略給大家一些角色定位 其實傳統做我們房地產開發 當中都有幾個不同的角色 大家要搞清楚 通常的結構是由套上最上的 一些土地的持有人 可以是private或多數是政府 去將地賣給Land Developers 即土地發展公司 發展商 而這些發展商買了地後 就去找一些builder 建立他們要建的項目 在這個時間 他們就會引入投資者 即是拿Funding 這些Funding的公司 通常都是基金 很常見的就是REIT 又或者是家族Fund等等 然後將這個項目搞起後 就會放租給別人 不過今集說的REIT 有不少都是同樣扮演著 投資者和Land Developers的角色 即是又是開發商 又是投資者 自己做 一條龍 其實剛才說的SEGA 或者PLD 還有現在說的ARG 都是同樣扮演著這兩個角色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競爭者就不是一些fund 這些fund反而是他們的客人 分分鐘做完項目 可以賣給他們 而他們的競爭者 就是他們自己 即是ARGON的競爭者 其實就是SEGA 或者PLD 不過勝在這三間公司的項目 都是主要在不同國家 所以其實他們互相 就不會太大的競爭 而在整個歐洲市場裡面 金西市值的ARGON 其實它在整個Market share 都有8% 而只是說法國 就有5%的Market share 都有少少少地位 那這間公司的發展戰略 有什麼吸引我的地方呢? 大家經常聽到我選VChat 都很喜歡選一些 主要是發展在一些重點的市中心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城區 這隻VChat也不例外 它主要的發展戰略 都是一些黃金地段的物流中心 所以能夠找到一些 比較資金鴻厚的長期租客 而入住率方面更加高達99% 非常誇張 平均租約年期還剩餘5.9年 都是一個不錯的長年期 而更有趣的一點是 在法國的工業VChat 它的營運成本是同行中最低的 只是佔了整個租金收入的6% 所以是很懂得運用資源的公司 而他們的簡選客戶方面 有77%都是Shipper 即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廠主 他們去找一些倉 去租擺自己的貨 而其次有20% 屬於一些物流公司 這些不同的客戶 當然對生意有不同的影響 例如租給Shipper 它簡單一點 因為你Deal with的是一個客人 當然如果租給物流中心 其實處理這些生意都是簡單的 因為Deal with的 都是一個物流中心的話事人 但物流中心這個行業的業務 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它的訂單 就是租給一個客人 即是可能是長期幫IKEA運東西 就是IKEA的大客人 另一種就是 它可能幫很多散戶 去處理物流服務 作為包租工的概念來看 如果你租給物流中心 它是全部生意 或者大多數的生意都是租給一些SINGLE CLIENT 即是剛才說到的一個獨大的機構 其實是有點牙煙的 因為當你失去了客戶的時候 這樣就有機會退租了 所以你看到這裡 它都很懂得選擇 MULTI CLIENT的客戶 佔了17% 而SINGLE CLIENT的 只是佔了6% 那為什麼還有6%在SINGLE CLIENT 其實這6%是自己的物流團隊去做的生意 所以是屬於自己的業務 所以從整個市場的策略 去到地方的選子 我自己都比較認同它的發展方向 說了這麼久它的發展方向性 最後都要有數才行 我們儘管就來看看它的報表數據 其實它的NRV 意思是拿來量度一間公司真實價值的Value 或者一個背股數據 大家可以這麼理解 在每年都逐級向上走 就算說疫情這一兩年都不例外 在紅色虛線部分就highlight了給大家看 而你會發現它的股價隨著NRV 都急急地上升 所以其實它的股價 去到今時今日升到這個位置 水份真的不是太多 主要都是因為它實質的價值提升 從而令到它的股價向上升 因為它是一間法國公司 在報表上就不能夠太漂亮的圖片給大家看 都是用一些比較hardcore的報告 大家千萬不要介意 不過我可以和大家慢慢高呼一下 其實它近幾年的股值都相對上吸引 你看到無論從PE、PB或PS ratio 再去到EV to EBITDA 現在的股值上都是比幾年前略為吸引 當然了 買這些資產值比較重的公司 我們著重的多些是PB ratio 我們看1.17的PB ratio 其實在近五年來說 都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中性沒有偏便沒有偏貴的意思 而看它的盈利數據 無論剛才提到的earning per share revenue、free cash flow 去到我們的營運活動現金流等等 都是急急向上的 而近這兩年財務健康的情況 更加有進一步的提升 你看到2020年和2021年的報表數據 它的cash and equity 升了幾倍有多 2021年更加升了10 不過這個有點假象 因為它是借短期債去谷出來的 為什麼它會借短期債 因為它的預測會是加息 所以就想fix了一個低的利率 去借更加多的債 為未來幾年打好一些資金的基礎 這個策略其實是對的 因為在2022年3月份 美國開始加息 引致到歐洲各個國家都開始隨著加息 所以它某程度上fix了在一些便宜的 interest 變相它的借貸成本在未來幾年都抵玩了 而在派息方面的數據 都是那一句 因為我只能讓大家看到 是它在OTC美國Market上市的數據 所以你會看到它派息在2017年才開始 不過其實這間公司在07年已經開始運 亦都保持穩定的派息 大家也可以看它近十多年的報表了解更多 就算我從2017年去講起 其實它的派息條curve都是非常之smooth 所以都是pass到我的要求 而且with這麼高的派息增長 暫時策略上來看 其實這間公司整整橫行了一年 而在近來終於有幸可以挑戰到綠色線112元的位置 如果未來的時間真的突破和retest到這條線的話 不妨都是一個不錯的分鎮吸納時機 這六隻股票大家可以考慮分兩鎮吸納或三鎮 depends on你的銀碼 不過如果無法突破綠色線 都是那句 它會大機會向下插 一插就有機會去到$104 甚至是$101 這些Wing check 大家可以考慮做一些轉勢買入的動作 都是那句 如果它沒有符合到突破或撈底的條件 大家千萬不要輕舉妄當 如果不是又是了 德卿介紹股票怎麼經常跌 就是因為你根本就不配合策略去做 大家要合作少少配合策略 不過當然你可以有自己的技術分析策略 這真是無所謂 但起碼要有個系統去做 不是今天起床喝完咖啡覺得 真正啊 心情不錯 就去按鈕買股票 其實如果大家對出入市的策略有興趣的話 不妨都可以拿回我零至千萬加速器 股債Vit發題創庫班 因為接下來我會搞一個workshop 一小時的live 去講一講一些技術分析的實戰教學 在我的課程中 都會提及到怎樣去做其實分析 不過更多的就是一些股票、債券和Vit的基本面策略 怎樣去選擇一些漂亮的收息資產或股票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scan圖上的QR Code 或者按下下面的description box的link 就可以加入我零至千萬加速器的 免費一小時分享會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好了,繼續我們講第五隻Wit 就是股票編號SAFE SAFE SAFE STORE HOLDING COMPANY 這間公司其實是一間英國迷你倉Wit 一聽到這個袋就想起QSMART 沒錯,大家可以這樣理解 它就是英國的QSMART 其實SAFE STORE的市值雖然比QSMART小很多 只有30億美金,小了三倍多 不過它已經是英國最大的自助迷你倉Wit 足足有178間分店 其中有129間都是自己去經營的 其他就是Joynt Venture 而巴黎也有29間分店 即是英國和法國都有業務 一會我就解釋為何它會有這樣的市場策略 它主要的業務都是在倫敦 不過也有其他業務在Manchester 或Bedmonton等等的地方 整個角色上它自己少做發展商的部分 較多的就是買別人發展員的項目出來出租 所以它的角色跟QSMART非常相似 就是一個investor的角色 它的業務主要在英國和法國 不過也有少少在西班牙 而自助式迷你倉主要有兩種客戶 一種B2C、一種B2B B2C的客戶佔了Save這間公司的七成八成 而平均的租募合約都是一至兩年之間 所以從合約的長短來說 自助式貨倉的業務比工業物流中心短很多 沒有說誰比較好,老實說 只不過我們選公司的時候 就盡量diversify少少 不同種類的你都選一些 其實在疫情期間他們的生意做到盆滿撥滿 因為經濟低迷的時候 大屋搬小屋多了 又或者在home office期間 很多市民百姓都會租借一些倉儲存 這種自助式的模式 其實就是少了跟人類的接觸 就減少了感染風險 再加上就是英國在疫情期間 有些印花稅的優惠給到他們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業績 在近幾年真的做得不錯 而其實本身自助式迷你倉這種業務 的市場深度都是很足夠的 因為有很多私人或企業客戶 在不同的經濟週期任何時間 都有不同的原因 是需要租借這些迷你倉 通常租這些迷你倉的客戶 的原因都是跟生了兒子 結婚、搬家、喪偶、離婚等 這些東西有關的 所以是不同的經濟週期 你不能選這個經濟週期好 你才生兒子 或者結婚、離婚等 難道你跟你的女朋友說 現在滯脹我們要結婚嗎 不合理的 不過這種類型的業務 雖然在香港聽不少 不過其實在歐美國家 就不太成熟 所以未來如果要這個板塊去升溫的話 就一定是跟市民對於這個行業 認識的程度提高有關 越多人知道了有這種類型的 原來可以租自助迷你倉 這樣去做的時候 就慢慢將市場的深度進一步提升 現在就讓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會在英國或法國做到很好的生意 其實美國和澳洲這兩個國家 他們的自助式倉存服務 是比較成熟的國家 如果我們籠統看一個數字 就是這些自助式迷你倉的面積 隨以人均計算出來的數字 就是每人9.44平方英尺 而澳洲就1.89 這兩個數字雖然差得比較遠 不過英國其實是0.74 法國更加少0.25 即是說如果要將英國和法國 迷你倉人均面積提升到美國的水平的話 即是說英國需要多1萬7千間這些分店 最少每間要有5千平方尺的面積 而目前英國只有2千2百間 而法國巴黎這麼重要的中心 其實現在只有150間 而他們需要達到美國的水平的話 就要有2千4百間 所以你看到空間非常大 現在的發展進度 英國來說 2021年的數據大概落成了44個開發項目 2022年估計有48個 即是計算這條數分分鐘是100年後都未成功 不過當然市場會加速發展 但大家看到天花板有多遠 而同時英國這個市場上 自助式微理倉的market share 都是非常分散 雖然Safe Storage已經是一個領先者 有百多間分店 不過在整個市場來說 雖然它是龍頭之一 不過整體上佔整個市場的百分比 都不是很多 我們計算六大英國營運商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market share 20%左右 而其實歐洲自助全倉這門生意 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叫做一種 盲品牌的概念 這是我自己作的Terms 即是客人在挑選倉存的公司上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既定品牌 因為根據SSA的調查 一半的人都答不出自己生活的地方 有什麼自助式迷你倉公司 而百成多人在選擇這些迷你倉 都會選擇在網上找回來 而這一點正正就是我其中一個 選擇這間公司的原因 因為它在線上營銷 形象做得非常好 現在我們就淺談一下它的報表數據 細節的部分我已經和大家分享了 所以這裡我略略給大家一些營收的數據 左上角就是現金流量表 下面就是盈利和營收的數據 都是一些穩定上升的報表 而右手邊就是Debt to Equity Ratio 你看到年年遞減到0.4 即是非常安全的公司 派息方面的數據 你看到這張圖就不能反映到完全的真相 因為都是那句 這張圖只是在OTC Market的報表上的數據 真那份報表 我真的不能找到一個很漂亮的圖表給大家看 不過這間公司的派息的穩定性 就要在17年之後才開始 但到了這間公司的規模開始大起上來 相信在未來派息的穩定性 就會有相應的提高 你看到這裏派息增長5年平均水平14% 其實都是非常之高 亦都高於我一開始講的三間公司 雖然比Argan為之低 但都屬於一個很高的水平 這間公司的報表各方面都這麼好條件 股價當然也是一樣 你看到它近這十幾年 其實股價的發展都是一尾向上 直到上年的時間開始就出現一個跌幅 不過都是那句 一隻股票就沒有永遠的升 回調其實都是一些健康的表現 但我們看到它的報表上 就沒有太大的利淡因素在上高 相信這些只是價格上的調整 技術性調整真的嚇不到我 你看到近這兩個星期 它出現了一個雙底打底的格局 並且成功突破 剛剛挑戰一個重要的阻力位1,142元 如果未來能夠成功突破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不錯的突破馬鈕時機 如果未能夠突破的話 大家有兩關可以選擇轉勢樓底 第一關是1,080元 第二關是1,030元的位置 這幾個線大家抹下就可以了 最後自己去進行操作 來到最後一隻Witz 這隻Witz就是美國的Tuerno 股票編號就是TRNO 在整個地產發展上高 它是單掩著一個投資者的角色 即是跟QSmart和Save差不多 但在業務性質方面 它是在做PLD的事情 都是做一些工業物流中心 當然市值就小很多 因為現在市值都是46億美元 比PLD的947億 就小成20倍左右 你看到它這裏 27%的業務都是來自於紐約 而San Francisco和LA都有16和17%左右 其餘的部分就是在Seattle 華盛頓特區、Yammy等 近來這間公司做了不少的Acquisition 而這些Acquisition的空置率 其實在初期的階段 會略為高一點 因為轉了營運商 不過它現在的入住率 都去到84%左右 都算是合理的水平 而在它一直在自營的項目上 入住水平就有94.9% 這就是一個不錯的高水平 其實這間公司 它有一個挺有趣的市場策略 which is 我都挺buy 即管說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它主要是做一些submarket strategy 意思就是說 它先找到有什麼地區 它那個工業物流中心的supply 是在減少的 有減少趨勢 然後就去找它們這些城區 有沒有現存的項目 可以買起來 去做一些翻新 或者重建 去提升實用率 所以你看到它這裏 都是找了一些地區 是看到有一個下降跡象的supply 而48%的業務 都是圍繞著一些沒有正增長的supply for物流中心的地區 只是你看18%的業務 是有一些new supply的submarket 而右手邊的圖就正正說了 在2000年至今時今日 它那六個戰略地區 在物流中心的supply 都是年年下降 就像華盛特地區那樣 在這二十多年間 足足下降了接近26% 即是說supply越來越少 自然價格就有提升的潛力 這裏我都可以給大家數據證明這一點 以San Francisco為例 由1997年開始的數據 右手邊的幅圖 大家就可以看到 supply下降的時候 你見到租金的變化是直線上升的 形成一個反比關係 租金在這二十多年之間足足上升了120% 而supply只是跌了20% 即是大概每1%的跌幅 就會帶動到大概6%的租金上升 非常之誇張 如果每年的supply跌2% 其實它租金的升幅有12% 都頗不惹笑 報表數據又是那句 略略說一說 左手邊都是剛才的數據 右手邊都是Debt to Equity 這間公司在三間世企來說 都算是中規中矩的水平 而Debt to Equity方面 就去到0.3% 就算是最安全的那種 股價方面 暫時跟其他股票一樣 都是在跌、沉底、橫行 現在只需要等待一個阻力位 如果在未來的時間 能夠突破了62.5% 即是橫行周期有機會過去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突破買入的部署 不過如果突破不了綠色線 並且跌穿了59元的位置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59元這個位置 是一些回調比率和延伸比率 還有一些量度升幅的位置 是非常之關鍵的 如果跌穿了的話 即是會跌得更多 到時候我們低一點才買入 都未遲 最後我略略總括一下 這幾間公司 我自己心目中的排序 首先我們分開兩種角度 大市值的就做一個排序 細市值的就做一個排序 頭三隻 即是QSmart SEGO 以及PLD 屬於比較大市值 其實性價比來說 我一直都這樣說 SEGO的性價比是最高 因為你看到它 無論是ROE Earning Per Share的增長 各方面的盈利數據是好看的 但它的Debt to Equity 甚至在其他資產負債表上 顯示到的財務實力 都是更為健康 即是風險不高 但增長潛力高 所以性價比風險回報 它是比較高的 我會排第一名 其次的就是PLD 因為安全一點 適合現在穩增長的角色定位 而最後就是QSmart 但這三間公司都是我心愛的WIT 經常都會在我組合中看到 細市值的三隻 還未在我的組合中 我只是在等待機會去立 那這裏怎樣排序呢? 其實我會覺得Safe 是最Safe 即是風險回報是最高 因為增長速度 在這三隻細市來說 它雖然是排人在第二名的評分 但它不差第一名很遠 它那個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程度 就好過Argan很多 即是增長最快那一隻 所以我會覺得Safe的性價比 即風險回報是最高的 其次就是Argan 之後就是TRNO 都是從風險和匯報 去比較出來的 整個List 就給了大家 都是那句 適合你自己組合 配合到策略的話 你就可以塞進你的組合 不要簡單來 這六隻都是以穩增長為主題 如果你本身的組合是沒有這些角色存在 都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在未來你的WIT組合 如果沒有穩增長的特性 相信波動性會比較大 就要小心一點 你就不能冷冷閒收息了 所以適當的風險調節 在組合管理上是一個好的策略 不妨可以提多一點 好,今天的節目時間就是這樣 喜歡這首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當然不少,繼續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的收息組合中 你覺得最穩陣 而性價比又高的WIT 或者收息股是哪一隻 讓我學一下 好,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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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